日常生活中從上班到休閒娛樂 人人電腦手機不離身 有了AIPC融入生活 不只Chat GPT 未來用各個軟體 作業時間 不管幾分鐘 都能瞬間變成一秒就能完成 我們透過AI自動辨識人臉之後 套入馬賽克特效 不同於傳統剪接軟體 左邊導入AIPC 要馬賽克一秒就搞定 和傳統剪接相比 還得手動調整範圍 而圖片去背功能也大大提升效率 不用圈選範圍點到手好算 一秒去的乾乾淨淨 那我們大概花十秒鐘就能成功 那我們會把我們這整個照片 轉換成類似範圍的畫面 用AIPC下指令 人人都能變身實力派藝術家 你拍的照片要印象派 還是寫實派都可以 還有還有如果拍大頭照 懶得出門可以這樣做 誰說一定要用美圖秀秀 現在台灣有這種AI修圖軟體 在家拍的照片 也可以看起來很專業 很多的生成試愛 它其實是跑在雲端的 在地端的算力大幅度提升以後 我們得以把這些生成試愛 拉到地端來執行 AIPC的成長幅度會很高 那這不可諱言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機器比較低 所以它成長一定會很高 業者坦言 AI是個人電腦市場主要動能 因為光是今年第一季到第二季 AIPC全球出貨量 就從7%衝到14% 市佔率越來越高 也讓人們生活變得更便利 明日選擇又一箱對阿倫 太薄了 對阿倫